好 我们看到最近的东西都在涨 那这个本来铜板价的调理包 现在也要变贵了 一包的这个胃王调理包 年初是27块 现在要涨到36块钱 微波两三分钟就闻到浓浓咖喱香 牛肉块 红萝卜 马铃薯切丁 淋在饭上或面上都很合适 但这样的铜板价调理包已经不便宜 建议收价是45块 我是没有调 把这批麦完我就已经在调整 卖完就不是这批就不是这个销子 听得出语气无奈 杂货店老板继续称 架上仅剩的几盒还维持33元 反观大型量饭店 整排魏王调理包 两入桩要价90元 相当于一包45 超市通路单包单包卖相对便宜 但已经从年初27元涨到36元 条幅高达33% 这种感觉就是物价一直在飞涨 薪水没有增加 就是生活越来越困难了 东西要做口碑 我觉得价钱不是问题 疫情一定会有冲击 但就是就看店家自己是否是诚信的 就是是真的因为原物料上涨 还是他自己就是诞成想涨价 这个产品大概有十几年来 都长期处于负营业利益的状况 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原物材料的成本又上涨得更多 所以我们实在是不堪亏累 另一款连下调理包早在去年底就已经改版更新 业者透露疫情影响真的有差 当时调整配方也顺带调整价格 一样从27元涨到36元 肉类依赖进口 海运运费增加不堪负荷 外包装甚至纸箱也都算在成本内 只是对民众来说 铜板价小确信已经回不去